男童NN案事件纏身 侯友宜形象重挫 然而現在又被質疑 在送醫時間軸上動手腳 報假資料給指揮中心 讓他罕見動怒 說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時間差 是不是有所預計 張冠李戴 混淆視聽 不錯八道 兩度怒斥 混淆視聽 這十二字真言說得重 就是要跟他隔空交禍 衛生局所提供出來的數據 就是造假 沒有提供給CDC正確的疫調數據 林楚音售出標格 當天衛生局在六點三十分 聯繫NN母親還有119 結果六點三十七分 醫院就通報說 NN已經在江湖病房救治中 這跟錄音檔一文 七點二十一NN才上救護車 整整落差了四十四分鐘 根本沒有六點三十七分 男童在ICU的時序 事實上六點三十七分 是中央法傳系統顯示 男童被醫院通報確診的系統時間 六點三十七 這時間到底哪來的 畢竟連陳時中部長 當時都沒提到 119這邊大概七點 七點零六分 119出車 七點三十一分到院 兩個月前指揮中心 就是以此數據來評估 說送醫流程沒有延誤 那現在這份新表格來源是 所以沒有所謂的六點三十七分的 這一個時間點對不對 對我們正式提供的 那這張表格是從哪裡來的 我不清楚耶 我臉書上公佈的資料 就是發文給CDC之後 辦公室收到的文件 表格就是他們做的 我沒有重新整理 只是遮蔽個資 中人想說沒提供 但立委強調就是指揮中心給的 NN案事件又延燒出新的風波 TVBS新聞劉璃城專科新北報導